光武帝留秀眼中的完美妻子殷丽华,她真的是个毫无瑕疵的人吗? 揭开殷丽华的真面目。 提到殷丽华,相信大家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合格的皇后, 但是我们知晓的殷丽华都是从史书中了解的, 也算是他人的一面之词,历史上的殷丽华真的是嫌后吗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殷丽华的祖先是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名相馆仲, 后来馆氏家族被封为殷大夫。 子孙后代就以殷为姓、秦、西汉时期, 殷家在仕途上没有什么建树, 不过祖宗的余殷仍在,在新野当地富甲一方。 殷丽华出生时,王莽在西汉朝廷中的权势正是如日中天之时, 几乎等同于皇帝公元九年, 王莽逼迫西汉皇帝缠绕, 自己登基做了皇帝,建立了新朝。 王莽在历史上是个异类, 他热衷于改革,理念相当先进, 可是完全不切实际,水土不服。 例如王莽的五次货币改革, 盲目铸造新币,货币种类尽高达28种, 财政交易混乱不堪,为了让改革进行下去。 王莽采用了暴力手段激进地推行各项政策, 恰逢天灾不断,百姓流离失所, 社会各阶层忍无可忍, 海内分崩,天下大乱。 刘秀是汉高帝刘邦的九世孙, 虽然是远之旁树, 却也算是有西汉皇室血统, 乱世中的他为了躲避官吏, 前往新野的姐夫邓辰家中躲避, 正是借着这个机缘。 27岁的刘秀见到了17岁的依丽华, 金风玉露异相逢, 变胜却人间无数。 依丽华的美貌给刘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 以至于后来他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, 深受震撼,脱口而出。 做官就要做执金吾这样有声势的官, 娶妻就要娶依丽华那样貌美的女子。 在此次躲避的过程中, 刘秀和哥哥刘衍, 姐夫邓辰等人密谋在不同地点同事起义,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生涯。 公元23年, 西汉宗室刘璇被陆陵军拥立为帝, 恢复汉朝, 史称杠史帝, 刘秀和刘衍尽管非常不满, 却因为实力不敌, 只得默认刘璇为帝, 随后在庚史帝的安排下, 兄弟俩担任了官职, 率军征伐王莽。 没想到, 这一年陆陵军攻入长安, 庚史帝杀了王莽后, 又因忌惮判刘衍, 无故杀了刘衍, 刘秀内心悲痛, 却不敢表现出来, 反而为了消除庚史帝的疑心, 刘秀主动在庚史帝面前表示哥哥犯上, 理应处死, 他也不敢为刘衍扶桑, 跟平时一样饮食谈笑, 甚至还办了喜事, 迎娶了曾经一见钟情的依丽华。 双方的结合, 到底是基于爱情还是源于利益, 理想主义者期待童话般的爱情, 而现实主义者却觉得男女之间更多的是实际利益, 刘秀喜欢依丽华毋庸置疑, 一见钟情而怦然心动, 一定是依丽华的好皮囊吸引了刘秀, 可是, 在理应扶桑的时候娶妻, 这里面的爱能有多少? 恐怕刘秀更看重的是依丽华带给她的利益, 刘秀与依丽华的大婚, 表示自己一点也不为哥哥的死而难过, 更不会记恨更史帝, 从而消除了更史帝对她的疑心和忌惮, 刘秀毫无疑问是有野心的, 而想要成就一番事业, 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脉资源, 殷家非常有钱, 联姻可以让刘秀获得经济上的支持, 同时, 殷家在新爷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, 与殷家的联姻, 可以获得新爷乃至南洋郡地方势力的支持, 再也新家的眼中, 爱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, 其中牵涉的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利益, 还关系着其背后的家族势力, 当然, 对眼光长远的殷丽华来说, 选择一个潜力骨, 或许日后有飞黄腾达的一天, 这也正是殷家能够同意殷丽华成为一个结婚工具人的原因, 其后刘秀与另一位女人郭盛通的结合, 更加表明了利益才是刘秀娶妻所考虑的第一要素, 婚后仅仅一个月, 为了远离耕屎弟的控制, 发展自己的势力, 刘秀请求去河北平定天下, 于是, 殷丽华独自回了心野, 河北的局势相当复杂, 当时王朗在邯郸自立为王, 其手下真定王刘杨拥兵十数万, 刘秀派人暗中游说刘杨, 为了表示诚意, 刘秀答应迎娶刘杨的外甥女郭盛通, 郭盛通与刘秀的结合, 纯属利益联姻, 爱情在称霸天下的野心面前, 几乎被秒成了渣渣, 刘秀这才答应归顺刘秀, 刘秀借着刘杨的实力打败了王朗, 将邯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, 此后, 刘秀在河北的势力不断扩大, 公元25年, 实际成熟, 刘秀于河北号的称帝, 史称东汉光武帝, 要说刘秀对殷丽华还是有些真感情的, 他称帝后, 就派人将殷丽华接到了身边, 丈夫出走两年多, 娶了另一个女人, 还生了儿子, 殷丽华心中的酸楚可想而知, 面对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, 殷丽华的处理堪称典范, 他不哭也不闹, 更没有纠缠不休, 而是泰然自若, 没有表现出一丝的不高兴, 一年多的时间里, 殷丽华和郭盛通都以贵人的名分, 陪伴在刘秀身边, 到了不得不策立皇后的时候, 刘秀迟迟下不了决定, 按理说, 殷丽华是刘秀的原配, 因是家族跟着刘秀打天下, 出钱出力, 殷丽华理所当然, 应该是皇后, 可是, 郭盛通也是奔着正气的位置才嫁给刘秀的, 刘扬愿意用十几万精兵支持刘秀, 不可能同意外甥女郭盛通只是一个妾, 而郭盛通背后的河北势力, 是刘秀夺取天下的主要力量, 刘秀手下的许多将士也来自河北, 策立殷丽华为后, 很可能会引起河北势力的不满, 表面上, 这是两位老婆的名分之争, 实际上这是双方背后势力的利益之争, 可想而知, 如果殷丽华和郭盛通都对后卫志在必得, 刘秀所建立的新王朝, 将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内讧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, 正在此时, 殷丽华主动退出了, 他提出自己甘愿作响, 请刘秀侧立郭盛通为皇后, 聪明如殷丽华, 自然明白双方背后势力的博弈, 同时, 他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非常清楚, 优势, 名分上他是刘秀的原配, 而且迄今为止仍旧是刘秀心中的白月光, 劣势, 郭盛通生了刘秀的儿子, 在刘秀征战的两年多, 郭盛通一直陪伴在刘秀的身边, 刘秀身边的重臣与郭盛通更为熟悉, 相比之下, 郭盛通有儿子, 继承人才是保障王朝传承最重要的因素, 从这一点上来看, 郭盛通略胜一筹, 最初竞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, 殷利华对刘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 他是个念旧情的人, 冒进只会引起刘秀的反感, 让自己与他的情分灰飞烟灭, 后退一步, 或许能够海阔天空, 就这样, 郭盛通坐上了皇后的位置, 他的儿子刘江被策立为太子, 果然不出殷利华所料, 他退了一步, 引起了刘秀的怜惜和愧疚, 刘秀对他更为疼爱, 此后的几年里, 殷利华连生了五个儿子, 郭盛通也没闲着, 继太子刘江后, 又接连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 从这一点上来看, 刘秀对殷利华和郭盛通做到了羽露君瞻, 殷氏一族更是因为殷利华的关系, 鸡犬升天, 几年后, 刘秀将殷利华的已故父亲殷陆封为了轩恩哀侯, 决位由殷利华最小的弟弟因旧继承, 殷利华的另外三个弟弟, 一个已经故去, 被追封为宣义侯, 另外两个弟弟分别是袁禄侯, 关内侯, 殷家兄弟封侯本不合组织, 西汉时期, 没有特殊的功劳, 只有皇后的亲戚才能封侯, 刘秀将殷家兄弟封侯时, 特地言明, 殷利华有母仪之美, 本应该策立为皇后, 因为他自己坚决推辞, 这才没有当上皇后, 因此, 特地将他的弟弟们都封为侯, 以嘉奖他的义让, 这时候郭盛通已经当上皇后七年多, 刘秀就是重提, 强调皇后之位是殷利华让出来的, 其中的身意不言而喻, 公元41年, 郭盛通的皇后做了15年后, 终于被刘秀废掉, 改立殷利华为后, 刘秀给出的理由是皇后失德, 认为自己死后, 郭盛通不会善待殷利华母子, 而殷利华与自己情深义重, 品德高尚, 配得上国母之位。 实际上, 郭盛通并没有什么严重过失, 即使有一些小过失, 也远远不至于被废掉皇后之位, 不可否认, 刘秀是真的喜欢殷利华, 可是废后再重新立后的原因, 绝不仅仅是喜欢这么简单。 在东汉建立后的十几年中, 刘秀实现了全国统一, 政权渐渐稳定, 而郭盛通背后的河北集团逐渐衰落, 势力大不如前, 对刘秀的统治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 换句话说, 郭盛通没用了, 刘秀放弃他不会引起朝廷动荡, 毫无风险, 重新选择自己曾经一见钟情, 又心怀愧疚的殷利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 太子刘将从嫡长子变为树长子, 父亲的偏爱显而易见, 内心极为不安, 他主动退位, 将太子之位让给了殷利华的长子刘庄, 又是一次主动让位, 仿佛因果循环, 是你的终究是你的, 不是你的抢球也没用。 不争不抢的殷利华最终得到了一切, 看似好人有好报, 让人欣慰, 此后殷利华对待郭盛通的态度确实宽容大度, 郭盛通被封为中山王太后, 刘将让出太子后, 成为东海王, 两人皆被善待, 得以善终, 不过, 十全十美的人总是容易引起质疑, 史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心存疑惑。 殷利华十分节俭是真的吗? 贵人金印紫兽, 奉不过素数十虎, 女工余智, 中记载, 殷利华的足底十分纤细, 因为他走路的地方, 都铺着十分精细的簪子, 不见朴素, 却足见其精致和华丽。 后汉书, 还不小心记载了这样两件事, 第一件, 殷利华的孙子汉章帝有一次整理祖母的遗物, 将祖母的衣服赏赐给皇亲国妻, 少的一件, 多的一箱, 自己留下了五十箱, 皇亲国妻少说几百家, 殷利华得有多少件衣服, 第二件, 殷利华去世后, 将自己的金银珠宝都给了最小的儿子刘金。 此后, 刘金成为兄弟中最富有的人, 到处修建宫殿, 所有外露的木头都用金银包饰起来, 这些衣物和财宝, 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朴素节俭之人所应该拥有的。 殷利华十大体吗? 能够为刘秀的江山考虑, 主动让出皇后之位, 足见殷利华有大局观, 可是刘秀一次不平凡的经历, 却引发出争议。 公元二十八年, 刘秀御驾清征, 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, 刘秀竟然带着怀孕的殷利华一起行军, 为了照顾殷利华, 行军速度被压到最低, 是正常行军速度的一半, 要知道。 军情紧急, 这样的行军速度不仅延误了战机, 而且大军一动, 银钱就像流水一样消耗掉, 在经济困窘的建国初期, 这次行军显然非常昂贵, 无论是刘秀非要带着殷利华, 还是殷利华非要跟着刘秀, 这样的行为都让殷利华时大局的人设有些崩塌。 殷利华名是礼吗? 殷利华的弟弟殷就曾经骗了郭盛通几个儿子数千万赢钱, 却没有受到半点惩罚, 他还曾经驾车冲撞进位, 自己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, 阻止他的车府令徐匡返获罪, 纵容弟弟胡作非为。 百般溺爱, 这不禁让人对殷利华的名誓里表示怀疑, 殷利华的三子刘秀更加昏溃, 三番四次意图造反, 谋夺哥哥刘庄的皇位, 殷利华依然束手无策, 导致刘秀最后畏罪自杀身亡, 很难想象, 一个贤明的皇后会教导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儿子。 这些细枝末节似乎透露出一些隐情, 正史中的殷利华人设一定被带上了历镜, 大大美化过。 可是, 真相已经无从考据, 历史本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 事实到底如何, 只能留给后人猜测了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。 包包说历史, 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